一輛機車經過板橋域名街 突然沿路吊錢 白花花的千元大鈔散滿街 如果民眾全都彎下腰 來撿錢 看到地上的鈔票不停亂飛 準備買飯的民眾 立刻幫忙把錢撿了起來 大街上出現撒錢騎警 民眾集體撿錢 一路還造成車輛回堵 或許你以為這群人有了意外之才 但畫面看到最後 大家把錢統統交給一名 熱心民眾 路人說是騎摩托車掉下來的 店里客人跟路人 捡好我點青年的時候 已經大概是六萬多塊 十一號中午十二點半 正值吃飯時間 新北市板橋域名街上 出現不少買飯民眾 鈔票剛好掉在餐飲店門口 大家幫忙撿錢 店家幫忙回收 立刻送到派出所 而警方沿路調閱監視器 積極比對出歧視的身份 原來施主是一名法郎店 蔡信主管 當時法郎員工騎車路過這個路口 從口袋掉出了六萬二的現金 灑滿整條大街 一旁的民眾見狀後 趕緊出來幫忙撿錢 蔡信騎士剛替老闆發完薪水 剩下六萬二的現金 準備拿到銀行回存 卻一次沒放好 整款千元大鈔 就從口袋掉了出來 最後這筆現金回到施主手上 這一群實驚不昧的熱心民眾和店家 也讓外界又再一次看到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民視新聞 混在省中新北市採訪報導